南韩女团BLACKPINK是否续约问题传了好几个月 不过BLACKPINK所属经济公司YG娱乐 6号正式宣布 双方在经过慎重讨论后 基于深厚的信任基础 确定续签四人团体活动的专属合约 消息一出 YG娱乐的股价也顺势开出红盘 2016年就以怪物新秀之资出道的BLACKPINK 过去几年不仅以团体身份巡演专辑热销 团员们签下的产品代言 或是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单曲 也在全球备受关注 虽然团体约续签YG 但个人专属合约部分 目前还不清楚确切动向 YG仅表示目前仍在洽谈当中 也意味着不排除一部分成员 未来可能以个人身份整理YG 拓展多元的演绎发展 装设综合报道